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随着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 很多内贸企业开始转行做外贸 慢慢开发外贸市场 对于很多准备进入外贸行业的大展身手的人来说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应该选择B2B平台还是选择网站 加谷歌推广 B2B平台的原罪 价格战 B2B平台上竞争激烈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中国的卖家们互相压价 甚至不惜亏本来拿下国外客户 时间长了 国外的客户都被宠坏了 只要看到你是来自中国的卖家 都会要求压价 甚至都是直接群发群盘 哪家给的价格低跟哪家谈 在这种大环境下 想赚钱很难 更可恨的是 平台会把你的客户推荐给你的竞争对手 这就是很多平台都会采取的策略 卖家在平台上只能任人宰割 因为你的客户 你的信息都在别人的手里 看完上面的内容 你不禁要问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做B2B平台 并且赚到钱了呢 因为有人做得早 投入多 十年前的B2B平台还是有很多红利的 从那个时候就坚持做下来的 店铺的各种权重天然就高 还有公司砸钱 在平台上开多个店铺 想象一下一个列表页 二十个产品 有六个都是同一家公司的 作为新玩家 还怎么玩 所以现在的平台 当然还是有用的 对于土豪玩家 老玩家来说 还是能接到寻盘赚到钱 谷歌的优势 如果说B2B平台是流量的二道贩子 那谷歌推广就是没有中间商专差价 打造品牌 做网站加投谷歌 推广的是你自己的网站和品牌 每分钱都花在了你自己的品牌曝光上 有了品牌 就可以享受品牌带来的溢价 依靠品牌走差异化竞争 再建群发群盘 再建价格战 同样的产品能卖出更高价格 客户资源都沉淀在自己的邮箱里 自己的CRM里 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这些你在B2B这种平台上永远也做不到 多渠道营销 既然你有了自己的网站 那么除了花钱投谷歌广告 你还以做免费的SEO营销 在Facebook LinkedIn Instagram做社交营销 在YouTube做视频营销 当然也可以花钱投Facebook广告 整天只盯着B2B平台的看到的永远只是一个访问平台的客户 他永远不知道离开平台后 只要动动脑子 外面的天地广阔里还有九个客户在等着他发掘 到底该选谁 答案一目了然了吗 不一定 其实 平台并不是一无是处 谷歌也并非 无懈可击 平台优势在于 更贴近中国市场和客户 毕竟是在国内摸爬滚打了将近20年 平台的销售铁军 培训体系 服务支持 也非常厉害的 做平台很容易得到他们的各种支持 但是有些服务死付费的 相对而言 谷歌的劣势就在于不是那么接地气 谷歌在国内没有直销团队 服务基本靠第三方代理商 广告投放后台需要 术语非常专业难懂 而且投放效果对网站的要求很高 但是第三方公司会有专业的优化师 帮助你完成各种操作 本质上来说 无论平台还是谷歌 都是获得客户的一种渠道而已 运营渠道的人和你所卖的产品最重要 如果你有资深的平台业务员 那座平台肯定没错 如果你想做高质量的网站 愿意找靠谱的谷歌投放机构 那座谷歌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土豪老板 那当然可以两个渠道都做 好像说了一些废话 其实不是 对于从来没接触过外贸 既不懂外贸业务 也不懂互联网技术的外贸小白 建议还是多找身边 做过平台或者谷歌的人 详细了解一下 结合自身的预算情况和产品特点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外贸方式 不要盲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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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